解放 箱子 咋不进屋呢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 是不是还省我气呢 这两天你没来 爸心情可好了 那我这来了 我还是敢把干支放外面吧 上次拿它打我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 我干啥呀我都买了 你这是买的呀 还是捡的呀 这话说的 我这梨可贵了 正宗的南果梨 妈这是梨呀 我还以为是俩性呢 你少来这套 走走走进屋 来 我爸拿的 不不不不 我爸拿 我爸拿怕啥的 哎呦 掉了 来 走走 爸 我回来了 爸 这水果放哪儿啊 家 你瞅爸你给累的 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 买俩梨得了呗 你还真就买俩梨 不是 爸 这俩梨是翔子买的 哦 空手来的 行 坐吧 等着吃剑城的吧 我给你俩喜剑 谢谢爸啊 不是 爸 翔子你跟爸解释这事 爸 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我知道 你这解释挺好啊 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那 我没买吗 你不就买俩梨吗 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这事跟爸讲啥呀 这事 这事是孝顺上了 行啊 爸吃肉就行 说正事 前两天 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 说他中了十万块钱奖金 可不是嘛 那咱爸就跟着陋魔似的 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 两万块钱个人所得税 他快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 你那么拦都拦不住 完事还骂你 那还次要的 重要的是 咱爸这么好面的人 要知道自己被骗了 那年能过好吗 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可不是吗 所以说翔子我是这么想的 这么多钱呢 这十万块钱 就当是爸送的奖金 让爸想过个好年 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方便意识 撞了 撞得死死的 啥撞了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 我刚想着拿十万块钱 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 你看都俩想了一块去了 那怎么不填呢 我没钱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 那我这十万块钱现金撞 你那十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 我不是不够吗 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大概五六万吧 你也别六万了 你是儿子我是姑爷 咱俩一人出五万 我这十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 我现在降个胆 我买个五万块钱车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行 行就行 但是建坤 你说你一磕远 开一五万块钱车 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整那么拉风干啥呀 是吧 咱就说 咱买一四万块钱车 它能开不能开 五万块钱车 好歹带个天窗 那翘点缝 进点缝多舒服啊 你那纯属瞎花钱 那五万块钱的车 还用从天窗进缝啊 打哪不能进点缝 开六十卖嘴都给你吹歪了 你那个车还有啥 华装曲统的配置没有 真皮座椅算不 换真枝的 我跟你说 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 夏天烫屁股 冬天拔屁股 换成真枝的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说得有道理呀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枝的都不用买了 咱就跟家里 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这个就退了吗 姐夫 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啥呀 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车壳子 车壳子嘛 那五万块钱的车壳子 那就多薄啊 能安全吗 咱不能要 我跟你说啊 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 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 那多结实啊 还能给你焊大点 焊个鸡座的 车壳子我再不要 那我真不剩啥了 那就剩四个骨头和一个底盘了 可是我十万块钱就买个爬里呗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 你实在不喜欢 咱爬里都不要了还不行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 你就一分钱不咋的偷呗 你说这叫傻话 我当儿子我不偷钱 我还是人呢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儿子 吹离 谢谢爸 各位来个 谢谢爸 要爸你吃吧 好嘞 这水果啊 吃多少洗多少 洗多少放不住 对不对 姑爷 对 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 我和水果全挺爸的 这什么钱啊 爸 这是那个 你中那个十万块钱奖金 给你拿回来 蓝呢 你怎么不蓝了呢 我上当受骗了 我告诉你 全世界的人被骗 你爸都不可能被骗 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声呢 何止没出声啊 都没怀上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 其实都是把多年来的 社会阅历 加上果断的出击 博出来的一笔奖金 哥你你能挣到手吗 你不但挣不到手 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还真是 咱爸这辈子 吃过的盐 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这说的是啥呀 啥叫吃过的盐 比走过米都咸呢 那到底是盐咸呢 还是咱爸脚咸呢 还我上当受骗 我把女儿嫁给你 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 唯一一次当 爸你干啥呀 存钱去 我陪你去吧 不用 这两百块钱拿着啊 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 别老空着手 我没摆水果 我奶村空手来的 仨人洗俩梨 谁爸能干出这事的 你姐嫁给我 她不幸福吗 这膨胀成啥样的 她被骗了 就好像她把骗子 给骗了似的 我跟你说 再这么下去 那骗子骗她 都没有成就感 那骗一次上回当 这回行 这十万块钱的坑 我给堵上 那下回当 谁堵 你堵啊 我堵 我就不能让这种事 再发生 一提钱 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不是 我跟你说 姐夫我跟你说 我瞬间我就意识到 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 姐夫 我跟你说 咱必须马上给咱爸 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咱就学骗子那一套 咱也好好骗骗她 咱让她明白 她不是神仙 她也会上当受骗 怎么样 这招太好了 咱现在就上网学 真的 我告诉你 咱们现学都能 把她骗了 你信不信 但我跟你说 那太低端了 可不能学 被她戳穿了 她更得上天了 这个行 这个不低端 绑架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假装那绑匪 我就把你绑了 我看她信不信 走 咱现在找个棉人地方 再给她打电话去 好 我跟你说 你马上下载 一个变声器 她在电话里 听不出是你声音 这谁干着呀 小子接电话 肯定又跑出去 喝酒去了 喂 喂 是胡自信吗 是我 你哪位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你让他少喝点 赶紧回来 没说完就给挂了 是不是我这语气 不太像绑架的呀 你像给我请假的 你离开这 你拿出气声 离开 喂 姓胡的 你管谁叫姓胡呢 没打没晓的 你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冲你 对对对 对不起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怎么还得挂了你 爸生气了 杨言要抽我 他现在不是你爸 你现在是绑匪 绑匪 你厉害 喂 听好了 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 咱俩谁也别挂电话 你儿子被我绑架了 赶紧给我拿一百万的赎金 我保团留个全尸 全尸 什么声音 是不是坐着水开了 我救心丸 我救心丸呢 我 不好了不好了 爸在找救心丸了 你怎么样 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不是我也过枪了 喂喂 老胡桃 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对就是他 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那不用了 黄匪 你看咱们商量商量 我儿子你要一百万 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什么意思 我听这话 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 差价还不小呗 行 你出价吧 你姑爷在你这支多少钱 三万 多少钱 两万五 你刚才说三万 那你还问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 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 不值钱是吧 给我打 别别别别打 别打这钱我给 你让我想想啊 十万块钱奖金 两万块钱税钱 又给了姑爷两百块钱买水果 这样 你也别一百万了 我也别三万了 咱俩折个重 七万九千八 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 行不行 你这是一分钱 都不想把你打呀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老头 你姑爷在你那 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 你快被胸脯问问你自己 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 家里伤伤伤伤 大事小钱 啥不是指着他 你喜欢铁观音 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 连夜给你住了个三米多高的 你还讲咋的 那能喝吗 我得烧多少水 才能把它泡开啊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啊 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钱呢 白买了好几顿铁呢 我家事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怎么样 他在旁边 跟我这微微道来呢 行啊 就算我把钱给你 你就一定能把他放了吗 当然了 你怎么保证 我怎么保证 我怎么保证 喂 大爷你好 你好大爷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 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 你猜怎么着 我把书记一交 他不就把我给放了 你说实在不实在 大爷放心吧 打钱吧你 人家把你放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到了到了大爷 师傅我在这儿呢 我先走了 后会有期 行了吧 恶心死了你 赶紧把钱打过来啊 要不然恶心死你 行 那你把卡号给我 我把七万九千八给你打过去 七万九千八 谁同意了 一百万 一分钱不能少 要不然死票 给我打 打到我给钱为止 保费咱们 咱们伤了伤了 你老板 伤了 伤了伤了 伤了伤了 伤了伤了致命啊 致大妈精神了 哎呀不好说 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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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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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打啥卡里呀 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亲手 你当我傻呀 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别跟我耍花招啊 进行给我打 啊 通ue 哎呀 哎呀 小心点儿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 这么虎呢 比咱爸还虎 啊 赶紧打钱吧 哎呀 这么结级完美的估业 给打成这样 别 别打我好姑爷 不就一百万吗 给 我给 什么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 还不够的话 我卖房子 我卖身回 把这钱给你凑着 别再往上填了 足够了 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 才有可能还不起的 姐夫 你别哭了 拢不住 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爸那是逗你玩的 不可能 爸这辈子都没这么整过 哎呀 穿帮了 穿帮了 不能啊 我刚才演的多整呢 怎么能穿帮了呢 哎 爸去哪了 给我打钱去了 不能啊 卡号还没给他呢 捐肾去了 妈呀 完了 哪个医院 要收了他的肾 那时候倒了霉了 爸上哪去了呢 再吃个礼不 补补肾 不用了 吃甘蔗吧 这个更补 行行行 咱俩俩一起补 我修你考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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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了 爸 你可这样 你可这样 你可打了 你干什么呢 嘿嘿嘿 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 哎呀呀呀 哎呀哎呀 那笨蛋玩意儿 连一唱舞的都踩不上点 竹钢舞这晚上就这样 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 踩不上点了那就是上行啊 这脚脖子挺疼吧 哎呀呀 都孵那了呀 胡大爷 前两天 你是不是受到了一个 奔跑把老太太栏目主 发来的中奖信息 对呀 他们说中奖了 还能参与节目 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 跑一跑呢 大爷 没那好事 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啊 不是 大爷 你咋还不明白呢 你被骗了 那条信息是骗着 冒充栏目主的名义 给你发的 放心 嫌疑人已经抓到了 钱也追回来了 不可能 我不可能被骗 那学生给你奖金 我都到手里了 不是 爸 你确实上当受骗了 我们没敢告诉你 怕你上火 你收那十万块钱 是姐夫拿的 把那小钱 别往心里去 你说你这事整的 你说你让我 老脸往哪儿搁 滚一边去 大爷 记住 天上掉馅饼 一定是陷阱 家人多劝阻 时刻要提醒 那行 有空到局里 把手续办一下这 把钱领走 谢谢警察同志 回头我们就过去 不客气 回头 怎么去啊 叫个车呗 叫车 二位警察同志 你们怎么来的 开车来的 正好坐你们车走 行 怕这不服不行啊 警察便宜都敢占 这怎么能 就占警察便宜呢 这大过年的 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